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前几天我在看影片 看到就是张子强 这一个中国的抢匪 他最大的一个事迹就是 他去把李嘉诚的儿子绑票 他绑票了他 然后跟他要求了10亿 10亿的港币赎金 李嘉诚到最后没有报警 也给了张子强10亿的赎金 在这个过程当中 接下来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状况 一般人被抢匪抢的钱 然后他一定会不高兴 但是 李嘉诚 他付了赎金以后 他跟张子强讲 就是说 我会希望你 他就问他说 你拿了赎金你要做什么事 他就说 我要是以我的建议的话 我会希望你就把这10亿拿来买我们家的股票 我可以保准你三代吃不完 不然的话 你就拿这一笔钱去东南亚投资 他也一样 东南亚机会很好 你可以在那一边大发特发 你假如都不做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漂流浪迹天涯 到最后浪迹天涯 这时候张子强就只有嘿嘿 两个字就走了 但是结果 果真没几年 各位10亿港币很大 没有了 他又在筹谋了第二次的绑票 因为他有给李嘉诚承诺 李嘉诚因为很守信用 所以他不会再动他家的人 既然不会动他家的人 然后首富不动了 那要动谁 第二有钱人 但是各位 不是有1就有2 第二次会成功 第二次就完蛋了 其实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各位 你看李嘉诚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 他跟张子强说 你拿了我的钱 你应该怎么做 了不了解 他跟他讲拿了什么钱 该怎么做 可是 一般人都像张子强一样 了不了解 他拿到了这个不属于他能力财 能力财 各位 这一笔钱是超越过他能力所能掌控的钱财 10亿港币 对我们一般人很大很大 但是对李嘉诚来讲 可能是零钱而已 可是 你应该都会觉得很奇怪 同样的钱 为什么在我们的手里 就留不住 在李嘉诚的手里 他10亿不见了 他一年里面又可以赚好几个10亿回来 各位 这个就是能力 而且你看张子强到最后 无法掌握这笔钱 一般10亿已经够他花了 他竟然花到没钱了 又再筹划一次的绑票 那 李嘉诚有因为他丢了这10亿出去以后 他就很落魄了 就在街头流氓 没有 他反而还是更赚钱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一个张子强他只是拿了10亿 李嘉诚他的家大业大的 他是几千亿在那里边 可是为什么李嘉诚不会到流落街头 但是张子强却会有这一种状况 所以各位 那就是能力 能力 你的能力能掌握多少 你的能力有多大 就能掌握多少 各位你要了解 其实我常常都会跟各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会开车 我也会开车 来讲 给你一部F1赛车 你能开吗 不是就同样踩油门 对不对 方向旁握着吗 可是为什么 F1赛车的赛车手 他可以驾驭这一部车 那我们一般人就没有办法 各位 就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达不到 去驾驭F1赛车的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同样子是车 在F1赛车手的手里跟在一般老百姓的手里 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很有可能你油门一踩 啵的一下 就撞上墙了 甚至你要知道像苏马克 这个是赛车界的一个名人 他退休以后 有一次他就坐继承车 结果坐继承车你知道吗 他赶时间 结果他就叫继承车司机 他车子我开就好 你就坐旁边 他一路狂飙 一路狂飙 计程车这样一路狂飙 到他的目的地 然后苏马克再钱给他这样子 各位 他的能力 当然他可以驾驭F1赛车 一般的车子他当然也可以 这个这是他能力能够掌握的东西 所以我一般都会跟各位讲 就是说我们是属于 比较小老百姓的这一块 我们的能力天生 比较被限制住 所以我们要去好好的怎样 培养我们自己的能力 让我们的能力能够逐步逐步的高升 当你的能力越来越高的时候 当然你自己的怎样 能够掌握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所以不要去仇富 你仇富有什么意思 除非他是富二代 我们不管 富二代出生的是他老爸有钱 他自己妈不长性的 但是假如这一些人都不是富二代 各位 你要知道 他的能力 其实一般都比你我要高很多 所以我们仇富没有怎样 没有任何意义 反而只是曝露了我们自己的短小而已 要不要讲 只是曝露我们自己的短小 所以我们反而要去跟这一些不错的人 我们要去跟他学习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不是 怎么不会走到 跟我一样 怎么比我还要厉害高这么多呢 各位 我们要做的是这一种事 然后去学习 或者就是你要大量的学习 把你自己的能力 不断不断不断的去提升 你的能力提升了起来 自然而然 你能够掌握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 简单局 就算以算命来讲就好了 你以为你现在学了八字 你就可以马上出去跟一个身价上亿的大老板 在那边算命吗 各位有可能吗 不可能嘛 第一个你们的见识完全都不一样 再来 你有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的气势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一定都是怎样 刚出来的时候 菜鸟命理师就面对一般的民众 你可以应对一般的民众的时候 再慢慢的去提升 去面对比一般民众还要好的 中高阶层的 然后你能应对了 再慢慢应对比较高阶层的 当你会应对比较高阶层的 请问这一些 位阶比较低的 你有没有办法应付 当然你就有办法应付了 了不了解 这个就是能力的一个提升 你只会应付这一些低阶层的 突然来一个位阶很高的 你有没有办法承受 你没办法承受 你连他看你的时候 那种锐利的眼神 你可能就吓到 他妈讲话都会抖啊抖啊抖啊 为什么 因为能力不到那一边 你的能力不到那里 所以会产生这一种现象 就很像老板在看员工 老板看员工 当然就轻轻松松嘛 对不对 可是员工看老板 紧紧张张啊 同样的道理 这个就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会跟各位讲 就是说 把你个人的能力不断的去提升 其实算命来讲 对一般人来说 其实我是认为没有多大的一个必要 你就好好努力 把你的能力不断不断的提升 只要 我就不相信你人生十几年里面 你没有机会 你永远都衰运 没有到那么衰的人 了不了解 只有怎么样 自己放弃机会的人 我们在算命 我们很怕遇到就是那种社会边缘人 一切都是别人的错 自己没有错 其实 连我在算命 我都觉得很讨厌这一种人 妈明明就是你的错 妈都是别人的错 很八字来说 这时候假如遇到这一种人 各位 就会产生一种事 就是他的运程里面 好的都不会灵 坏的都特别惨 都特别惨 坏的特别灵敏 但是好的都不准 因为他自我为中心 一切以他自己为主 都是别人的错 自己不求掌尽 他的能力会提升吗 当然不会 所以批这一种人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跟你说绝对对 可是他又会说 那是别人的错 那个是别人的错 那是别人的错 对了 你自己都对了 但是对下来的结果 你就成就就是比人低 那就是错了 不会正正得正 是正正正正正 正到最后就是个负 所以各位 我会希望 你不要去 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偏见 有什么意见 都不需要 你要做的 就是把你的能力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去学习 然后 当你具足了能力的时候 只要给你一次的机会 你就 就像弹簧一样 压缩到底 一次大爆发 你只要抓到一次机会就行了 所以说能力很重要 就算你抓不到机会 因为你的能力很强 最少你也可以过活 要不要解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 拜拜